当地时间19号 由美国发起的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 在德国拉姆斯泰因美国空军基地举行会议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议上表示 美国此前承诺的M1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将很快运到乌克兰 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1月25号宣布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31辆M1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在谈到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的可能性问题时 奥斯汀表示乌克兰需要对空防御武器 相关国家的支持重点将放在移交防空装备方面 奥斯汀还表示 美国将在本土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F-16战斗机 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司令迈克尔洛此前表示 第一批乌克兰飞行员有望在今年年底之前 完成F-16战斗机的相关训练 之后乌克兰飞行员将返回欧洲 在北约框架内接受与维护飞机相关的额外培训 当天捷克丹麦荷兰等国也表示 将进一步为乌克兰提供武器 丹麦通讯社援引丹麦国防大臣的话报道说 丹麦计划向乌克兰提供45辆坦克 包括30辆鲍伊坦克 以及15辆T-72坦克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此前一天表示 将向乌克兰追加价值4亿欧元的军事支持 据报道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 迄今已为乌克兰提供了价值超过760亿美元的 直接军事援助 俄罗斯此前已就乌克兰供应武器问题 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发出召会 曾多次表示 美西方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是火上浇油 无异于解决俄乌冲突 俄外长拉夫罗夫指出 任何包含乌克兰武器的物资 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感谢观看